他曾拒绝来自J联赛的职业合同 选择去大学读书 他一路从大学校队踢到英超联赛 并成为了布莱顿队的 不可或缺的核心球员 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脚下功夫 直接了当地过人盘带方式 让人眼花缭乱 让英超联赛的所有球迷和媒体 为之侧目 他会是孙星敏之后 下一个亚洲天王吗 大家好 我是有一点像三山勋的遗力 今天我将向您说说 当前英超联赛的当红炸子鸡 三山勋那偶像剧般不为人知的一面 三山勋出生于1997年的日本神奈川县 童年时受到比他年长三岁的哥哥影响 三山勋从幼稚园时就开始了足球之旅 他在小学两年级正式接受正规的训练 后来通过川崎前锋的选拔 由小学三年级开始 就成为川崎前锋优十二亿元 在优十二年代 三山勋与比他大一个学年的三好康儿 板仓晃等人一起接受训练 并曾经在五年级与三好和板仓一起 和六年级作为队长连续两年晋级全国少年足球大会 但分别在八强及四强不敌名鼓屋优十二 三山勋在优十二时期就已经很突出 在同学年的球员中水平属于顶尖的一群 虽然在青少年队优十五时经历过一些艰苦的时期 但升上优十八后又在崭露头角 他在盘球时有一种独特的感觉 是其他球员身上没有的 这样的球员必须提升上一对 说这段话的是向导剑 他是川崎前锋强化部的球探 在2015年八月 也就是三山勋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向导和川崎前锋的总经理庄子春南 以及优十八主教练金野章 与三山勋和他的父母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 他们告诉三山勋和他的家人 川崎前锋将会把三山勋提升至一对 对很多肉十八球员来说 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 不过 是否要在十八岁进入职业足球界 为了这个问题烦恼多时的三山勋 最后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希望到祝波大学升学攻读体育学专业 透过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 再次重新锻炼自己 向导虽然对三山勋的决定感到惊讶 但也明白当中的缘由 向导还提到在会谈前 三山勋曾经到祝波大学参加练习 之后祝波大学的小景土正亮监督联络我 他对三山勋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三山勋其实之前曾经跟我们说 他并没有立即成为职业球员的自信 我们明白这是他考虑过自己的将来 希望先在祝波大学好好学习 然后再成为职业球员 所以尊重他这个决定 三山勋在一次采访中 回想当时的情况也这样说 简单而言就是当时没有信心 在职业足球世界里有好表现 当看到比我大一个学年的三好选手 板仓选手提升上一队后的情况 自己在客观地思考 实在没有信心能够应付一队的要求 既然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再考虑到自己的将来 觉得先到祝波大学会比较好 当然我的梦想和目标 也是成为职业足球员 入选日本国家队代表 在海外有活跃表现 虽然这个选择好像是绕点远路 但我认为按当时自己的情况 升读大学比高校毕业 立即成为职业足球员更好 当然祝波大学向我招手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透过在大学四年时间好好学习 相信自己也能够更客观 审视自己的表现 不过除此以外 我还希望能找到自己 作为足球员的长远愿景 我相信这种长期视野 除了对替足球有帮助 也会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决定升学的那一刻 他就立志要在四年内 完成自身的成长 再回到母队穿骑前锋 做出贡献 作为报答 在大学时期 三山勋一直没有忽略 自己对足球的热爱 他在驻波大学队继续踢球 他仍在为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而努力奋斗 有时也会到穿骑前锋的练习场 与中村献刚 小林优 谷口张雾 车屋申太郎 等多位日本代表 技术球员一起练习 并且在大尔那年 也就是2017年 天皇杯第二轮 对阵仙台维加泰的比赛 他个人没开二度 帮助驻波大学 击败J1球队 一战成名 三山勋在大学联赛 连续三年成为联赛最佳11人 并协助驻波大学 在2017年重夺甲祖冠军 他代表日本青年队 赢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足球赛冠军 也参与了2018年亚运会 以及2018年和2019年 法国土轮杯 以非日本联赛 在职业球员来说 森保一监督 的确给了三山勋不少机会 不但如此 川崎前锋就在这一年 获得允许 为三山勋注册成为 球队的特别指定球员 期间他曾在联赛杯 为川崎前锋出战 对阵鸣鼓屋的比赛 可能当时那个决定 有我在逃避的感觉 但这是我考虑到 将来而做的决定 选择升学 同样也需要很大勇气 我认为选择到 祝波大学的决定 并没有错 而且在我决定要升学的时候 也包含了要令自己 在这四年里有所成长 将来重返川崎前锋 贡献球队的想法 升读大学 也在另一层面 带给三山勋好处 他学会了如何 以科学规划自己的饮食 让自己相对瘦弱的身体 变得更具有对抗力 他还拜访了 祝波大学副教授 曾经参加过 2000年和2004年奥运会的 前日本110公尺跨栏国手 古川聪 向他讨教 直线加速的秘诀 如今很多球迷都知道 三山勋的大学毕业论文 是关于如何在球场上 突破过人 不过那篇论文的题目 并非是 我的盘带 为什么能过人 而是全名为 一对一足球场景中 进攻方资讯处理的研究 如今在日本教育大学协会的官网上 仍然可以检索出那篇论文 尽管无法看到全文 但在接受采访时 三山勋自己讲述过 这篇论文所总结的要领 我把GoPu运动相机 带在队友的头上 这样就能观察 他们在比赛中的一举一动 同时还能直观了解对手的情况 透过资料的收集 我了解到优秀的球员 通常不会只看皮球 他们在接球前 就开始时刻观察对手的站位 正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开始懂得 不能单纯靠速度过人 而是得有意识地 带动对手的重心变化 祝波大学校队教练 小景土正亮表示 整个大学四年 三山勋都在苦练 一对一过人技术 他的技术特点是 从出球就开始带球 不做假动作 注意力放在观察队友位置 而不是脚下的皮球上 前日本队射手 勇景熊一郎 将三山勋的代球技术 形容为粘球 皮球就像粘在他脚上一样 非常看好三山勋的 川崎前锋主帅 鬼木达表示 能从0到100提速的球员 有很多 但能从100迅速 降到0变相的并不多 三山勋非常善于 控制速度和方向 确实 这篇论文为他的人生 增添了一些戏剧色彩 后来的故事 就是他完成大学生涯 与川崎前锋签下合同 2020年 23岁三山勋正式加盟 川崎前锋足球俱乐部 在他的首场 日本J联赛比赛中 川崎前锋主场 0比0打平鸟七杀岩 他完成了自己的首秀 在2020赛季 三山勋代表 川崎前锋足球俱乐部 在日本J联赛 共出场30次 打入13球 并有13次助攻 在J联赛第三十轮比赛中 川崎前锋主场 迎战卫冕冠军 横冰水手 半场上阵的 三山勋 传设起噪点 帮助球队3比1获胜 其中捕食阶段 他那一记70米长途奔袭的助攻 堪称外道超车 和穿当过人的经典之作 在这出代表作里 三山勋承认 他有一定的笃信 但最终 还是得到了成功的收获 之后 三山勋成功帮助球队 获得了日本J联赛冠军 和日本天皇杯冠军 他本人也入选了 该赛季最佳11人阵容 成为了续武藤佳季之后 第一位在J联赛的菜鸟季 就打入10球以上的球员 虽然花了4年 完成大学生涯 但三山勋证明了 有实力的人 总不会被埋没 英超球会布莱顿决定 以转会费300万欧元 签下他 三山勋带着满怀感激之情 告别了川崎前锋 这家给予了他 出使足球教育的俱乐部 更教会了他如何成长 他大半的足球生涯 都在川崎前锋度过 他一直想追寻前辈的脚步 登上足球世界大舞台 他的梦想 就是以川崎前锋的清讯身份 向全世界和有梦想的孩子们 展示他的足球梦 带给新一代 一个美丽的足球希望 2021年 24岁的三山勋 加盟英超球会布莱顿 但由于工作证的关系 他被外借到 比利时甲级联赛的 圣继来四联球队效力 首秀就上演帽子戏法 帮助十人的主队 完成0比2到4比2的大逆转 在2021到22赛季 三山勋在比利时足球假计联赛中 出场21次 打入6球 助攻4次 在2022到23赛季 英超第二轮比赛 布莱顿主场迎战纽卡斯尔联 25岁的三山勋 第75分钟替补出站 上演个人英超首秀 两对胡椒白卷 依然难演三山勋 首秀的经验 英超第九轮 做客安菲尔德 三山勋替补登场 助攻特罗萨德 完成帽子戏法 让队位的红军太子阿诺德 沦为背景版 最终布莱顿3比3 逼平利物浦 紧接着 英超第15轮 布莱顿客栈狼队 三山勋掌获了 他英超生涯的处子球 成为第8位 在英超进球的日本球员 而前7位分别是 刚气慎思 香川真思 吉田马眼 道本润衣 中田英寿 武藤佳继和南野拓石 联赛杯第三轮 客栈阿森纳 三山勋连场破门 帮助布莱顿淘汰了联赛领投阳 同年的11月 三山勋入选日本国家队 出征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的 26人大名单 2022年12月2日 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最后一战对战西班牙的比赛中 三山勋替补出场 并在第51分钟时 与左侧底线极限就球 正好落在田中壁脚边 成功破网 从川崎到圣吉罗斯 再到布莱顿 他早就习惯了 以板邓军身份扭转乾坤 出场吉利干剑影 虽然现审第一时间判断出界 但经由利A2 回放后 球体仍然有1.88毫米 落在底线上 竹神也更正判决 形成日本2比1领先 最后也成功扳倒西班牙 以小组第一 两队携手晋级16强 同时间接把德国队淘汰出局 三山勋的1.88毫米 极限就球 让该界世界杯掀起的 日本旋风达到最高潮 赛后确认是否出界的 各角度照片 也在社群媒体上 成为经典一幕 那天之后 三山勋的名字 开始被广大球迷所知晓 当时接到他传球的田中碧 恰恰就是三山勋 在路找小学时的同学兼队友 在打入那关键球后 三山勋和田中碧 间接性地推高了 路找小学的声誉 咨询入学的学生数量 比日常增加了10倍 从2022年到2023年 谁会是亚洲最受瞩目的球星 卡塔尔世界杯前 大家自然会想到是孙星明 但在卡塔尔世界杯后 这个问题的答案 更应该是在布莱顿 大放异彩的三山勋 世界杯后的三山勋 为布莱顿三线出击 逐渐坐稳了主力位置 他自己也非常争气 充分证明了自己出色的速度 过人技术和足球视野 并攻破过阿森纳 莱斯特城和埃福顿的大门 事实证明 三山勋大学论文中研究的成果 成了他日后在英超赛场 无往不利的杀起 对阵埃福顿的那儿的进球 就完美诠释了他过人不能全靠速度的理论 正如他自己赛后所说 我看到了空间 所以第一脚出球时 选择横向右前推球来创造空间 然后就是在横向带球那些 射门 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思考什么 这是我的本能 三山勋不仅双足都能控球 他的球感也非常好 再来谈谈他在面对利物浦的足总碑时 打进的那个经典进球 三山勋在禁区右侧停球 顺势往前一步 起右脚做射门撞 利物浦后卫戈麦斯 背身弯腰准备封堵 他的右脚又轻轻调整了一下皮球 紧接着一个右脚凌空抽射破门 连续触球动作明快清零 进球可谓一气呵成 三山勋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中 打入七球和五次助攻 其中包括最近连续无偿比赛的进攻得分 两球和四次助攻 也确立了球队的王牌地位 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有色彩的球员 要知道这还是因为波特在去执教切尔西之前 三山勋被他安排为替补 直到德泽尔比上任后 他才真正绽放光芒 在孙星敏经历了黯淡的2022到23赛季后 三山勋被看好成为下一个亚洲球王 最后也分享以下三山勋在球场外不为人知的一面 三山勋出身于体育世家 父亲曾是田径选手 母亲是排球选手 此外 在2022年7月与三山勋结婚的妻子 剑池克利尔也来自体育世家 岳父剑池英季和妻子的姐姐 剑池早季都是田径好手 岳父曾是日本男子110米篮记录创造者 妻子的姐姐在女子三级跳远最好成绩 13米42排名日本国内第9 妻子剑池克利尔与同龄的三山勋 曾是祝波大学体育学院的同学 曾拿到2017年日本田径锦标赛 女子三级跳远亚军 和2021年日本市内田径锦标赛 女子三级跳远冠军 除了足球 三山勋还喜欢吃烤肉 荞麦面和意大利面等美食 他的美食爱好或许受到小时候的邻居 演员武郎松仲峰的影响 或者在电视节目中以孤独的美食家身份 广受欢迎 虽然他迅速崛起可能让人感到意外 但他的成功背后必须了解 他个人酝酿已久的长远未来规划 此外 还需要具备清醒的自我认知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三山勋的足球之路 绝对值得各位球迷的关注和鼓励 尽管只有25岁 不过他之前的人生都足以拍出一部偶像剧 甚至他连自己的格言都已经放出 人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所以我要胸怀大志 一定做到最好 四年大学路 三年职业旅 成就了一颗持赏英超的超新星 如今25岁的三山勋潜力无限 相信布莱顿只是他的中转战 就目前看来 你们觉得他会在英超下一季继续为布莱顿效力 还是转会到其他球会呢 欢迎您的留言和分享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